屏東縣政府稅務局會退出這樣的便民服務 主要是有感於民眾 因為辦理車輛報停 報廢 繳銷 註銷 發生一腳牌照稅的情勢 要辦理退稅 得到稅務局再到監理站 兩地來回奔波處理 容易造成民眾時間金錢浪費 都要在屏東監理站辦理車輛異動登記 辦完了之後又要再跑到屏東稅務局 去申辦退稅 這樣子的話就是在政府機關之間 兩地往返分波 非常的不便利 於是稅務局和屏東監理站跨機關合作 只要在屏東監理站辦理異動登記時 與車輛異動登記書上 載民銀行或者是郵局帳號和聯絡電話 就可以輕鬆的辦理直播退稅 這個是全國首創的一個措施 現在只要在屏東監理站 辦理車輛異動登記的時候 馬上在登記異動申請書上面 載民了要收受退稅的銀行帳號 或者是郵局帳號 並且留下聯絡電話 就可以輕鬆完成直播退稅的申請了 這項貼心優質服務是稅務局全國首創 可以大大提升便民服務效率 稅務局和監理站加強宣導 民眾來掐辦業務時就會主動告知 就算不知道這項便民服務的民眾 沒有準備金融機構資料也沒關係 只要留下聯絡電話 監理站就會協助完成退稅動作 不必再多跑一趟路 排照稅的部分 我們就會主動請民眾提供我們一些帳戶資料 他們就不必再跑到稅務局去辦理了 節省了時間 那如果民眾匆忙之間忘了帶他的帳戶出來的話 他可以留下電話 那我們提供給稅務機關 他們就會主動跟民眾聯繫 這樣的話避免民眾來回奔波 此為不少民眾到稅務局洽辦各項業務時 也常遇到像是變更通訊地址 申請轉帳繳納燃料費等 與監理機關相關的業務 基於行政一體 稅務局可當場提供監理機關的申請書表 待民眾填妥之後 待轉監理機關 甚至連同交通違規 燃料費計算以及補單等等的問題 也可以協助民眾聯繫監理單位 恢復相關問題 並且主動地補單激發民眾 避免民眾在政府機關之間來回奔波 節省掐工時間 提醒民眾善加利用相關的辨明措施 評論新聞蔡立華為德偉 蔡芳報道